《天氣報告》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岡偉 過去幾天影響著廣東沿岸的低壓槽 今早進一步減弱 首先和大家看看雷達圖像 看到與相關的雨帶 比過去幾天已經進一步減弱了 不過仍然有些地區受著零碎的雨區影響 所以預計保安今早局部地區 仍會有一些驟雨 天色方面可以看看衛星雲圖 看到與低壓槽相關的雲帶 其實慢慢轉搏 而且在今早做本港有些地區 例如在西灣河看出去 已經開始看到雲與雲之間有些納粒 所以預計保安今日也會看到一些陽光 至於氣溫方面 除了新界局部地區 例如打孤嶺最低氣溫是26度之外 大部分地區最低氣溫 都是介乎28至29度左右 天氣也比較熱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現在受著一些藍至西南風影響 所以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預測早上會在各部地區有著雨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天氣是炎異的 最高氣溫會上升至32度左右 吹和換的藍至西南風 至於接下來的天氣 可以看看一些電腦的預測 見到基本上未來一兩天 我們仍然會受著一些藍至西南風影響 這些藍至西南風會將我們南美的較熱氣團 帶到香港 所以預計本港未來一兩天的天氣 都會是炎熱的 至於天氣方面 可以看看雲量預測的預測 見到隨著低下降減弱 河岸地區的雲量會進一步減少 到明天還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不過要注意 在我們北面 又會有另一道雨帶 開始慢慢藍移 原來其實是跟另一道低壓槽相關 預計跟相關的雨區 會在下星期初 影響華南河岸地區 到時的宅雨又會多 所以在展望方面 預計明天天氣炎熱 和部份時間有陽光 到周末期間 宅雨又會慢慢增多 各位要注意 今早的天氣報告說到這裡 拜拜